这没有一个大量油 以后一会有瑕默犯 有瑕默这一眼 我会过去 死死 暴露我身份你就死定 不想騷擾我 你要五瓜肉還是瘦肉啊 陸長王 緊緊我為我 胡云老家 三日後我會命州長為我女婿 在鄭城大酒店舉行風降大 風降大點滴 你就會帶我女兒回王 太好了這麼中間過去了 我插房您終於願意帶大小姐回去 媽 好嘞我們的肉 快走 原來這就是我們的大小姐啊 媽 你找我有事啊 今天是中秋節 我特意買了月餅 你拿回去吃 媽 這麼多年了 一直都靠你姐姐 我 我是你媽 幫你不是很正常啊 媽 花安馬上就要進身為戰將 以後女兒一定會好好孝敬你的 再也不讓你辛苦了 好 你是個臭女人是不是又偷懶了 到現在她都沒有做好 媽 我沒有偷懶 我一個人處理這些魚蝦 所以耽誤了點時間 你什麼意思 是怪我們沒幫你嗎 媽 我真沒有 快點 媽 花安我真沒頭了 兒子 不用跟他廢話 他就是欠他 給 給我狠狠的打他 不要 我不要打我 我只當初看你媽賣肉還能賺錢 我覺得我會欠你嗎 我能欠你嗎 我 是最年輕的男角 下馬路 你連給我踢血都不配 你還敢 讓你走 我 我 我 你逃了 教訓他一下就行了 沒真把他給打死 不然每個月的八千塊錢 他媽就不能給他 你們這些人家 警告我 你要是告訴你 聽見沒有 啊 還不快把飯做好 挖過來 來 快走 哎 你別 你也配上桌吃飯 可是這些都是我媽買的菜 人給我媽頂嘴 你沒給我跪 等我們吃完你再吃 沒有 啊 這我讓你跪著你聾了嗎 趕快就給我跪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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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哎 過來吃飯 等我來收拾乾淨啊 手 你給學桌子 你給學桌子 就是狠狠的顧嘎 快點 你還想跑 你給我站住 人竟然敢信住 不讓你先住 不讓你去 狠狠的發 不是 對你先恨 你舉的不對你很仁慈是吧 啊 不讓你去 不讓你去 去啊 不是要打 再打人打是人命了 馬上就要成為大俠谷最年輕的人 前途不可限量 我就把你打你 你狠狠的 是嗎 啊 不讓你去 你讓你去 這是楚懷安將領嗎 去 我是州長的部下 州長有鑰匙讓我走 爸 你跟州長最討厭欺負你了 我爸 這怎麼辦呀 陳長官 陳長官 裏面請 請 請請請 陳長官 您大俠光臨是有什麼指示嗎 州長說 你是大俠國最年輕的三星戰將 前途無量 特意給你舉辦封將大禮 就在三日後的正程大禮 呦我辛苦 州長 聽說楚戰將已經取息 怎麼沒見到你夫人 哎呀 哎呀 陳長官 哎呀 那個大人啊 你有所不知啊 我那個是媳婦啊 可不好伺候了 我給他做好飯 他騙我這個老太婆做的飯難吃 還把桌子都給掀了 我不過呀 就說了他兩句 嘿 他就賭氣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不願意出來啊 沒錯 我媽少了沒錯 哎 倒是沒想到 大小姐的脾氣居然這麼硬 三日後的風降大理 羅剎王和大小姐也會退場 到時候 你可得好好表現 哎是陳長官 陳長官慢走啊 哎慢走啊 哎哎慢走哎 忘了你聽到了嗎 陳長官說 羅剎王和他女兒要來參加我的風降大典 哈哈哈哈 哎呀 這羅剎王 他可是大廈國的戰士 那他的女兒更是地位尊重 戰場裡來說 他是不可能來參加一個戰將的風降典禮 除非 唐妃是吧 除非 羅剎王 他是有意而為止啊 哈哈哈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 羅剎王是有意服務跟大小姐 難怪 難怪陳長官說要我表現好一點 哎呦我真後悔呀 以前去了小玉嬌那個臭娘們 要不然我就能做奴犯王那女兒去了 哎呀怕什麼 那不是還能喪七嗎 哈哈哈 啊還得是你有辦法呀 不過 咱們養了他好緊 這麼弄死他也太便宜他了 嗯 三天之後我就是風降大典了 我現在需要一筆錢 你給咱媽打個電話 讓他給我拿點錢來 可是半個月前 我媽才給你打了一碗 你不要看你能做什麼 讓我罵光 打不打 打我把你推打斷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會再給我媽打電話要錢了 啊 不打是吧 要是不打的話呢 打不打 誰 罵了 不打不行 不打 算 啊 這次你們要多少 兩千夠不高 兩千 你說是打把叫發子呢 三天後的宴會上 來的可都是這個大家族的人物 就連羅刹王和大小姐都要來 表面很多東西 最少 你得這個說 最少 你得這個說 五千 臭女人 我說的是五萬 你現在就給你媽打電話 管票五萬 這麼多 辛辛苦苦賺的錢都被你們花了 他哪裡還有五萬 你們 你們也太欺負人了 我就是欺負你們怎麼了 當初要不是看你們娘倆好拿捏 我會讓我兒子給你 快點打電話 叫什麼叫 打 你打不打打不打打不打 別打了別打了 你真把人給打死了 你看看他那個樣 估計他那個便宜媽呀 這頭裡確實沒錢了 三天之後的風將大臉 沒錢怎麼辦啊 哎 哎 哎 村裡的張學 不是一直喜歡他那個便宜媽嗎 而且還說願意給八萬八的彩禮錢 我們就把他那個便宜媽 給招全好了 對呀媽 等著這八萬八 咱倆就不用吵了 爸 還得是你有辦法 那是 折述不住縱 今天 就安排他們兩個人在一起 你還不趕快給你那個便宜媽打電話 把他給騙過來呀 不行 我今天不會打的 你 哎 臭 打不打 還 我救救你了 看他我是你老婆的分上 你放過我媽好不幸 奧你 你還自私我兒子的老婆 我可警告你 我兒子將來可是要許羅刹王的女兒 你狗噴不喜 小妹 媽 你個臭女人你這兒該有我 你該有我媽 我告訴你 你要趕快的 是你信不信我現在就弄死你 不打手 你不打我打 李副官你怎麼又來了 州長得知您要參加風將大帝 刻意讓我帶人給您拆 這些人最低都是無心者 我吵我吵 好 你們都進去來吧 嬌嬌啊 媽 我是淮安 淮安 怎麼是你 嬌嬌呢 嬌嬌 她在廚房做飯 她說讓你晚上一起來過中秋節 特地做了您最愛吃的小龍蝦 好 媽 你別說了 不要把你 不要把你 我好像聽到了嬌嬌的聲音 嬌嬌你不來特意任務主婦你的 沒事我去先掛了好 我一定去 我現在就過去 被嬌嬌一個驚喜 臭女人 你真可以找我 我知道你們母女情勢 放心 昨晚上 你拉筋桑桌子睡覺的時候 我也不會讓你閒著的 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她媽真願意跟我睡覺啊 哎呀 那是當然了 事成之後千萬不要忘了你大英國的事成 只要我能得到她媽 事先說好的把碗吧 我一般都不會少 腿腿的 走走走走走 你有什麼事衝著我嗎 不要針對我媽好不好 我媽這麼多年為了我已經夠辛苦了 我不能再讓我媽以為我受辱 求你放過她嗎 什麼叫受辱 你媽這麼多年身邊沒有一個男人 我相信她不想 我們呢也是為她考慮 讓她體驗一下做女人的感覺 哎就是就是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讓你媽說過的 哈哈哈哈 你們 我兒 還在我們夫妻一場的份上 還在這麼多年我媽一直給我們拿錢的份上 我就你就放過我吧好不 哎 我可是大下姑最年輕的真姐當我的妻子 你哎 未來的妻子可是羅剎皇的女兒 想讓我放過你吧也可以 你跪著在院子最為朋友 一邊爬一邊雪狗叫我們就搖了你 你們太婆婆了 不爬是吧 啊 等晚上你媽來了可就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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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我們這是要去哪兒 去我女兒家過中秋 你怎麼胸口有點悶 難道舅舅出什麼事了 你副官 開快點 是 主上 還不快啊 你是不想救你媽媽 突然留了 啊 caterpton 哎呀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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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哈哈 這視頻要是被他們看到 哈哈哈哈 他畫面一定會精彩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完了 你現在可以放過我媽了吧 我當你放過我媽了 起來 不過 你不管啊 我只是說我放過你媽了 可張雀子願不願意放過你媽 她不給我管 我都想你媽好多年了 這好不容易有個機會 我怎麼能放過她呀 你這身段倒是跟你媽一樣好啊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你代替你媽 給我聽我睡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去我家裡睡覺多沒意思 就在院裡睡 我還能幫你們錄視頻呢 哈哈哈哈 這 這有點太過分了吧 哎呀 你怕什麼呀 我兒子 不僅僅是周長 即將親封的戰將 哎 未來還要娶羅昌王的女兒 你就算把她坐死 那不是的啊 哈哈哈哈 就在院子裡錄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臭女兒 別看誰老子 老子這就罷光你皮膚 抓死你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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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臭女人 怎麼提前來了 啊 啊 這些人是 我不知道啊 舅舅 他們是不是欺負你了 媽我沒事 他們沒有起步 你快走 你快回家 既然你媽也來了 正好 那就一起伺候我她了 哎 李副官 把她給我廢了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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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給我丢出去 是 三日后 就是你的風向燕 這個時候 可千萬不能出大事啊 一切 那風向燕過去再說 啊 知道了嗎 哎呀哈哈 慶慶 哈哈 你啊 哎呀 你怎麼提前來了 又不說一聲呢 舅舅 是嗎 提前來了 怎麼也不說一聲呢 啊 啊 剛才怎麼回事啊 媽 嗯 哎呀 哎 要是更高中 我就把你們那臉取怒 哎呀 你看你這衣服 怎麼這麼好看 我說到做到 媽 我沒事啊 哈哈 你還說沒事 剛才要不是我出手 你就要被那個 占便宜了 啊 楚慧安 這到底怎麼回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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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都是那個張學子 他呀 一直都想要這嬌嬌的便宜 還說要跟我們八二塊錢 讓我們把嬌再賣給他 什麼 是啊 我們已經去就很多次了 沒想到他打大包貼 直接找家裡來了 那剛才張學子 這嬌嬌動手的時候 你們怎麼在一旁站著 那是因為 張學子說 他兒子是正成成成婦的女婿 我沒看過 這 對 媽 幸虧你來得及時就先來嬌嬌 媽 你不信你批評就要做 媽 媽 媽 華人說的都是新話 哈哈哈哈 嬌嬌 讓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以後張學子再以後來欺負你了 謝謝媽 你不知道那個脈絨臭女子 哪長來的這些毛病 哎 對了親家 你看你好不容易來一套 我們去給你做那好吃的 你暫時等著 媽 我去把沒喜歡的衣服洗了 媽 我來吧 哎呀 這些活我都做慣了 哪捨得你幫忙啊 這些活我們來做就好了 哎 你去那邊等著吃就行了 對呀嬌嬌 你陪咱媽聊聊天 你的邪我來說 就是 怎麼了 我看看 你 你這想怎麼搞的 你 你這想怎麼搞的 我 我沒事 我沒事 這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 哎 哎 哎 昨天晚上 你叫姐跟我鬧著玩 你不小心就 原來是這樣 看到焦焦跟淮安 已經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 對了淮安 三日後就是你的風降大典 李副官 在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這怎麼好意思啊 這張卡你收著吧 到了風降大典那天 我會給你和焦焦更大的驚喜 哎哈哈 是什么 焦焦啊 那我回去了 爸注意安全 走了 哎 嘿嘿 還好啊 哎哎哎 啊 媽 你說那臭女人 哪來那麼多 苦必要和候车 誰知道 是當了哪個有錢人的情婦 呸 凋臉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說嗎 看在剛才你表現不錯的分身 我現在饒了你 你要是再看廢話 我就把你和你媽媽 吃點走壞 哎 兒子 快看看 他給你的那張銀行卡裡 有多少錢 別急啊 我這就差 這怎麼可能搞不好 啊 兒子 這怎麼了 這卡裡只有一萬 什麼 就給了一萬塊錢 我們送了他這麼久了 就給我們一萬塊錢 哪會要換的呢 一萬已經很多了 你媽她要賣很久的時候 你弄什麼 你媽想要錢 那還不是兩腿一招的事嗎 你們不能這麼說我媽 我去你 你媽自己耐不住技巧去當別人欺負 你不要說了 就是 剛才 那麼多男人 說不定啊 他早就被玩爛了 你們 我們你們 啊 你還不服 是不是 這塊玉霈好像值點錢啊 這塊玉霈好像值點錢啊 這玉霈是我左小帶的 不能搶走大 你還敢擋 過來 換我玉霈 什麼你的玉霈 現在就是我兒子的 你們不能帶走他 你想到小玉霈那塊玉霈這麼值錢 這兩個沒十五萬 媽 我一定會親手 把羅刹王的武器 幽冥鞭鞭交給她的 玉霈啊 你上次見羅刹王 還是二十年前 那是怕你認錯人 得罪了羅刹王 媽 不會的 我認錯誰 也不可能認錯羅刹王 你就放心吧媽 你瞎 沒想到這小小的正常 竟然有如此英俊的男人 對不起 實在是因為小姐長得太漂亮 所以我才 真的 真的 不信的話我可以發誓 發了什麼誓呀 我問你 楚淮安家怎麼走 你知道嗎 你說的是那個過兩天要參加風降宴的楚淮安嗎 對呀 難道你認識他 當然認識 因為 我就是楚淮安 大夏國最年輕的三星戰將 果然你無不虛傳 小姐給我講了 不知你是 我特意從京都趕來參加你的風降宴 你說我是誰 你是大小姐 憑我媽在京都的地位 我確實當得起大小姐的仲 算你實相 還不 快給本小姐指 這位是 媽 這位小姐是從京都來的 刻意來參加三日後的風降宴 她就是大小姐 什麼 大小姐真的來參加你的風降宴了 哎呀 那個貴客 快請進 快請進啊 小姐請進啊 快請進 飯馬上就做好了啊 你還浪著幹什麼 還不做飯 她是 我是華安的老婆 我 她不是我老婆 她是街上一個賣肉的女兒 她這有點不太好 你這好像是我老婆 原來如此 不過一個神經病而已 天想瞧我看上的男人 走吧 走吧 我 我不是神經病 我真是華安的老婆 我 我真是華安的老婆 我讓你胡說 我敢警告你 你要是敢壞了我兒 跟大小姐的好事 我就讓華安揍死你 跟你爸 臭 嚐嚐吧 你先吃 你嘴上有東西 我幫你擦一下 快把大小姐扶回房間啊 媽 你 我在你們的酒裡下了灰春梵 今天晚上就是你們的洞房花主意 可能 她媽 等你跟大小姐生命煮成熟飯 那你就是羅叉王的女婿了 到時候 你還怕她一個賣肉的女兒不成 媽 還得是你有辦法呀 華安 你們 你們什麼你們 睡都睡了 叫什麼叫 煩不煩 其實我早就猜到你是楚懷安的老婆了 但楚懷安她不喜歡你 她喜歡的是我 不是你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大小姐你別生氣 你小小姐 小小姐啊 大小姐 你都怪 大小姐 大小姐 小小姐 小小姐啊 小小姐 都怪我不好 沒有看好這個新生病 讓她跑出來 打擾了你們 打擾了我不要緊 明天的風降宴上羅叉王也會來 像是衝撞了羅叉王你們擔得起責任嗎 放心 我現在就把她綁起來 絕對不會影響明天的風降宴 這還差不多 明天就是風降宴了 走 陪我在正城逛逛吧 好 明天就是風降宴 會有很多人參加 他們都知道我是楚懷安的老婆 你就不怕昨晚的事情傳出去 變成正城的相比嗎 我害怕極了 所以啊 我跟淮安早就已經安排好了 你們 你們想要幹什麼 幹什麼 等明天 你就知道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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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屬下早已安排妥當 務必把故意的風降宴辦得風風光光 我失去記憶十五年 受苦最多的便是嬌嬌 如今我即將終於一族嬌嬌 嬌嬌 天日被小大廈所有人宣布 你是我羅朝王的女兒 我要讓這大廈國再無人的心意 今天 你可真漂亮 真是來著了 楚戰將 你總算是來了 這位是正城的陳熟夫 楚少年紀輕輕就突破戰將 吼聲可畏啊 前輩過獎了 這位是正城的秦家主 這位是 我的身份你還不配知道 不好意思啊 怀安 媽 你來是跟父女是吧 是 嬌嬌呢 嬌嬌在裡面 你要看她的話 可以先把禮給我 這份禮我要親自交給她 你沒完了是吧 憑你一個賣肉的女人 也配來參見我的風降宴 楚懷安 你什麼意思 嬌嬌呢 長長 你要幹什麼 你放開我 要不是因為你這個 我爸也不會被廢掉 金姐 我去好好玩玩你 讓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個人禁可服的 還救我 還 別掌握了 別掌握了 就是你老公把你送給我呢 來 喝了這杯酒 我們咱好玩吧 我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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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放死 嬌嬌呢 你的女兒 你的女兒 她現在正在和別的男人睡在一起 我了解嬌嬌 你別想污蔑她 是不是污蔑 你很快就知道了 諸位 我想問問 如果我的老婆對我不忠 跟別的男人私孤在一起 我是否有權單方面解除婚姻關系 按照大夏律例 如果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對方目中 確實有權單方面解除婚姻關系 那就請看大屏幕吧 啊 救命啊 來啊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這女人是誰 自然容神不佑臉 啊 好像是寵政家的老婆 哎 哎 你怎麼這麼壞啊 你怎麼這麼壞都沒人 哎呀 你放我吧 你怎麼這麼壞啊 哎 你怎麼這麼壞啊 啊 嬌嬌在哪 這女人是誰 速度好快 是啊 我都沒看見她怎麼出手的 主戰將就被扣住了喉嚨 該不會是個高手吧 你這個臭賣肉的 快上來我兒子 女人 在我面前也敢動手 今天要是敢殺了我男人 我血力落發勢 定不會饒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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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你放開我 放開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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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砸我 啊 啊 站住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啊 繼續 舅舅 您怎麼樣 告訴媽媽 有沒有哪裡受傷 媽 我没事 我没有让人占便宜 也没有给你丢人 刚没有做那种事情 你真敢砸我 这人头死了 这怎么办 天哪 这可是州长大人亲自为处战将举行的风向宴 他怎么可以在这里杀人 他是不是疯了 你居然看在我的风景也是杀人 那又如何 你这个丑没肉的 婚婿虚人混账 但你凭什么杀了他 你不配 配不配不是你说的算吧 好啊 竟然敢打我 来人啊 给我弄死他 妈 别怕 佼佼放心 一个一个打太浪费时间 一起上吧 不是我 你 你 你居然有功夫 不会怎么样 我都叫过你一声吗 我以战将的身份保证 只要你可投资 我留你和娇娇之命 战将 你这个战将的身份 我随时可以收回 从现在开始 什么都不适合 从现在开始 你什么都不适合 胡说八道 我的战将身份 可是罗刹王亲送 周长亲风 你凭什么说要收回 别说你一个区区战将 即便是周长亲礼此地 也得向我跪地行礼 哼 这女人是个疯子吧 竟然敢扣出狂言 等周长大人来了 他就有苦头吃了 周长还有多久到 应该 应该还有半个小时 太久了 我 我命令你十分钟内 到达正成大酒店 不然他换你这个周长 就别做了 是是是 加快速度 不必要在十分钟之内 到达正成大酒店 你这个傻女人 真是疯了 你要大祸临头了 你这个 不 我原本是打算 领你一条命 想到你居然在这里放风 为了罗刹王和周长 不怪罪我们 就不要怪我心寒熟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儿要先撇清 跟这对母女的关系 妈说的没错 大家都看到了 这对母女一个疯下 一个无论复道 今天起 我楚怀安 小野娇解除婚姻关系 以后 乔归乔路归路 照不相干 楚怀安 你筹谋了半天 就是为了现在吧 什么意思 你一直觉得 我儿娇娇配不上你 却一直享受她的付出 有了其他女人后 便想甩了娇娇 带你去怕名声有损 所以你便让人玷污娇娇 彻底毁掉 娇娇的名声 已达到目的 楚怀安 你解释 这种狗不熟 婚安 只有我 你怕什么 就算说对了又怎样 可对我都说不成 我告诉你 我未来的老王 可是罗刹王的大小姐 罗刹王的大小姐 我就是说 难怪我第一眼看你 便觉得您长相不凡 原来您竟是大小姐 哎呀就是啊 老夫要早知道 您是大小姐 肯定携全家 登门拜见 你说你是罗刹王的大小姐 有何证据 楚怀安 这个褚妇 我什么时候 说我是罗刹王女儿了 不过眼下 为了不丢面子 我必须先承认 是我妈 跟罗刹王的关系 相信罗刹王知道后 不会怪罪的 我当然有证据 这 这是幽冥鞭 幽冥鞭 想着这罗刹王亲临呢 不是亲临 如亲王呢 佼佼你不虚贵 大胆 见到幽冥鞭 如见到罗刹王本人 你胆敢不贵 是想对罗刹王不敬吗 见到幽冥鞭 如见到罗刹王本人 你胆敢不贵 是想对罗刹王不敬吗 妈 我们还是跪下吧 娇娇 别怕 妈问你 你还喜欢那个楚怀安吗 妈 楚怀安他 气我 输我 我不会再喜欢他了 以后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再也不离开你 好 楚怀安 你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被我女儿修了 你简直不离死活 如果罗刹王的幽冥兵不跪 你就算了 竟然还敢大放厥词 等周朝和罗刹王一到 你就死定了 废话太多 娇娇 跟我来 他想做什么 那个是罗刹王大小姐的位置 快拦住他 不能让他靠近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他拦住 那个位置也是他配做的 快把他拉下来 佼佼 坐 怎么会是 这幽冥兵 你还不配拿 快下来 那可是罗刹王和大小姐的位置 你们两个被你的村库 根本不配坐在那里 就是就是 你们快下来 你们坐死 可别连累我们 快来人哪 把他们俩的弄下来 哎哟 这是打火连头了 打火连头了呀 想着怎么弄死你们两个 这现在你们自己找死 就不用快活了 妈 要不我们还是死吧 这可是罗刹王和大小姐的位置 娇娇别怕 妈妈就是罗刹王 从现在开始 妈妈不会再让你受半天欺负 你不过是个卖肉的 你女儿 也是人尽可负的 你居然还敢在这 冒出罗刹王 你 妈 妈 你居然敢对我妈动手 怪只怪他嘴巴太臭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冒出罗刹王 我本身就是罗刹王 何须冒充 他是罗刹王 你撒谎 罗刹王怎么可能是你这种村妇 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以我大小姐的身份保证 他不会就是个骗子而已 你可真是个疯子 居然敢说自己是罗刹王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你又是罗刹王 我就是罗刹王他爹 真是笑死我了 我原本还想留你一命 没想到 你居然如此出言不逊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我可是正成首富 我女儿更是嫁给了京都首富麻将 别说是菜座的各位 就连周长都要给我几分面子 你一个小小的秘密 又难道我怎么判 死了 死了 好啊 你居然敢杀了陈首富 我告诉你 周长马上就来了 你死定了 周长到 周长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人 都是这个改死的 他冒如罗刹王 你看 陈首富不会是一人的身份 他就把陈首富杀了 是这样没错吗 没错呀 还大言不惭 还说您十分钟不到 这个周长就别做了 这是胆大方天 文虎 大人 初战将刚才所说的具具数使 我们在这所有人全都可以作证 这样的做就应该立即处死 没错大人 只要您一句话 我们现在别收拾他 哦 你们都很好啊 大人跟我讲了 这都是我等应该做的 陈天亮 大大 大人的名愧 岂是你能喊的 那儿 怎么会下来 宣布我的命令吧 是 本周长现在宣布 第二集取消楚怀安的颤将封号 并且背除他的功力和一切特权 他这是什么大人物 哎呀 看来我们之前小看了他呀 那好厉害啊 妈说过 妈会让所有欺负你的人后悔 楚怀安 我不杀你 让你死太便宜你了 我会让你好好尝尝 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滋味 周长大人 大人 你自己看着我 还送各种天才地方住我 难道这个眼睛 是看着我被废吗 若不是主上 谁认识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敢恩戴德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欺负主上的女儿 你真是胆大包天 你是自己动手废除功力 还是让我来帮你 大人救救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 李洛 救我 罗岁王 是我有眼不是真罗 你饶顾我好不好 我错了 你 你放开他 女人 你若是让周长收回命 跪下来求我 或许我可以考虑 杀你 我原本不想对你动手 你自己多死就不要怪我了 你 焦焦没事吧 你 你居然 废了我的功力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林路 小小小 求你放过我吧 我永远无敌 不知道你是大人物 我现在知道错了 求求 小小 你可放过我 我认为我一定会好对你的 这一巴掌 是打你以前总打骂凌辱过 这一巴掌 是打你无耻至极 居然想让张涛侵犯我 这一巴掌 是被我妈妈而打 我妈辛苦赚钱给你 你居然还想打他的主意 楚怀 都到现在你还想欺骗我 你刚刚就是正口不如的 妈 我做的对不对 焦焦 你打得很好 陈天亮 还不动手 打得好狠啊 金家主是吧 之前 手有眼不知泰山 得罪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吧 饶了你可以 但是 你要交出 家族所有的财产充公 我相信你应该能做到吧 你看我都知道错了 我也给您道歉了 你 你不要转着有重要大人为你撑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愿意是吧 那我看你整个家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 我愿意 我愿意 我这就吩咐人将家里的财产全部交过来 他跟女儿在哪儿 就在郑城大酒店 二十五年前 南阳散了边境 罗刹王宫神一人深入迷药 就像被抓百姓 却深中迷药 愿我一夜缠绵后离开 只留我一人守在边境 如今 二十五年过去了 我已成为大厦战神 南阳也早已俯首称臣 今天 我一定要找到罗刹王和女儿 诉说 我对他们的思念 佼佼是真的长大了 主少 江战神来了 马上就要到郑城大酒店了 他 他怎么来了 陈天亮 这里就交给你 我先走了 佼佼 我们走 他怎么就走了 他肯定是怕身份暴露 所以才提前离开 什么意思 你们刚才没听到 江战神 马上就要到郑城大酒店 江战神可是罗刹王的人 他来了 那不就代表罗刹王要了 他肯定是怕被罗刹王和江战神揭穿他的身份才跑的 我从口出 我劝你们两个人最好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周长大人 你一直维护那个女人 莫非她是你的情妇啊 江战神到 他们人呢 江战神他们已经离开了 什么 胡说 你为何一直躲我 喂 妈 这里有人假冒罗刹王 不仅抢了我的幽冥兵 还吹掉了我的功夫 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什么 女儿你放心 妈妈一定会将他随时挽断 妈 你为什么要躲着江战神 他到底是谁 他 他是你爸爸 我 我也有爸爸 你没有爸爸 难道我还能自己怀孕不成 都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滚出来 妈 看来是有人不想我回京都啊 而且还不止是义家 属下这种回程 将这些叛徒全都揪出来 不急 我记得过两天就是京都马首付的生辰宴 你暂时先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我要陪他们剪一出大戏 窝中桌边 窝中桌边 哇 京都真的好繁华呀 我在正城还从未见过这么繁华的景象 哎 妈 你看那栋楼好高啊 简直像是要刺破天际一样 二十多年过去了 京都的变化确实很大 记得以前这里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在主上的带领下 整个华夏的百姓都安居乐业 自然全都复取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我没事吗 你呢 有没有受伤 没事没事 两个瞎八老 你们是眼瞎了吗 你们知道我的车是什么车吗 撞坏了我的车 你们赔得起吗 明明是你车速过快 差点撞到我女儿 还反过来怪我们 我就是开得快怎么了 别说没撞到你们 就是把你们撞死 又能怎么样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爸可是京都首富 有钱有势 谁敢得罪我 原来是京都首富马元的女儿 华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别说你是马首富的女儿 就算马首富亲自来 也不能颠倒黑白随意欺负人 好体的小妈了 居然还敢嘴硬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能力 这在京都 还没人敢跟我马秋荣作对 既然这样 那就报警吧 我相信警察一定能给我一个功 你你居然正在报警 我可是马元的女儿 妈 容容啊 你都在商场的半天了 你怎么还没到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呢 妈 没事 我马上就到 刚刚有点小事耽搁了 算了算了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真是麻烦的 我贴你 真是晦气 拿着这些钱 以后别再出钱在我面前 主上 要不要属下去给她一个教训 她刚才的行为 简直太无理了 不急 她既是马元的女儿 明天是马元的生辰宴 到时候自然 妈 这商场好气派呀 比我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漂亮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妈妈带你去里面买的衣服穿 哎 那家店 好 我们去看看 妈 这里面的衣服 会不会很贵 你不用考虑价格 我女儿 值得最好了 请问夫人和小姐 要看什么衣服 帮你们店最好的衣服来陪 这款长裙 是由全球著名设计师 MESA设计的 全球仅此一件 妈 这条裙子好漂亮 喜欢吗 嗯 喜欢就去试试 好 谢谢妈 你怎么在这 这是你这个香巴呢 能来的地方吗 容容 你认识这个人 妈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在路上额我钱的那两个香巴了 没想到他们也敢来这种地方 哎呦 真是太可笑了 有些人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香巴佬 也能来这么贵的地方买衣服 这里面的衣服你们买得起吗 妈 怎么样 好看 我们佳佳 我们佳佳真好看 真的吗 妈 我真的好看吗 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妈 我看出他身上那条裙子了 我也要 妈 马小姐 这条裙子本定只有一件 是限量版 请问这条裙子多少钱啊 这条裙子的价格是一百五十万 这么贵 妈 我们还是不要了吧 两个香巴佬 买不起这么贵的衣服就不要湿了 真是丢人现意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种地方 不是你们这种身份的人能随便试穿的吗 把它衫上这条裙子给我扒下来 我要 还愣着带怎么样 你看这个香巴佬的着装打扮 就是买不起一百五十万的裙子 还不动手 小姐 马小姐看中了这条裙子 你还是快把衣服脱下来吧 买不起还要试穿 真是浪费我们时间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换 佳佳别怕 这条裙子我们要定了 别说一百五十万 只要我喜欢 这整个商场都是我的 吹牛也不打草稿 还整个商场都是你的 真是吓死我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啊 永远改不了吹牛的本性 你以为穿着一件贵的裙子 你们就成贵族了 坐 我从来不吹牛 我说能买下这条裙子 就一定能 好啊 你说你不吹牛 那你倒是把这一百五十万的裙子给买下来啊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呢 说吧 妈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衣服太贵了 没必要为了争这一口气 不值得 我没有为了争这口气 他们不配 是因为你喜欢 才买的 那有的事情 不用怕 看他们两个一唱一鹤的 简直要笑死人了 别装模作样了 这卡里到底有没有钱了 别一会刷卡的时候显示 余额不足 那简直是要削掉大牙了 就是 要是我 早就没脸在这待下去了 要是我能买这条裙子 你们要怎么办 你要是能买得起 我就 你就怎么样 你要是能买得起这里的衣服 我就自身身而不 怎么样 敢不敢赌 妈 你不要跟他们赌 他们不安好些 你这个赌注太小了 我不想跟你玩 加上我 如果你要能买得起这条裙子 我和我女儿各扇时耳光 如果你要是买不起 就跪在商场门口 扇自己耳光 并且大声说 马小姐我错了 怎么样 这个补养你敢接受吗 成交 刷吧 卡片读取失败 无法完成当前交易 果然 卡里就是没钱 真是丢人现 最高级别权限的至尊黑卡出现了 这是哪位大人物 逼临商场了 卡片读取失败 无法完成当前交易 卡片读取失败 无法完成当前交易 怎么回事 这卡怎么刷不出来 夫人 您的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刷不出来 我的卡没问题 不可能的 我们刷卡机又没换 你的卡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刷不出来 什么没问题啊 我看这张卡 八成就是个假卡 别拿着这张卡装有钱人了 你不定不定了 哎呀 我也没想到 你们居然拿着假卡来忽悠人 真是火酒剑 现在是你们自己到商场门口自闪耳光 还是需要我们帮忙啊 把你们这里最高的负责人叫我 哎呀 这商场的负责人也是上京的权贵 怎么可能是你跟我身份提下的香不老 说姐就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妈 既然他们想见 就把负责人请过来嘛 那时候有商场负责人见证 可以免得说我们马家欺人太善 毕竟我们马家 还是挺注重名声的 还是我女儿想的周全 那我就把骑经理叫过来 让我看看 他们在权贵面前是怎么丢人 去 把骑经理请过来 告诉他们 我们马家人要见得 有重点的事让他们做证 是 你们放心 这回呀 我会让你们死的 刚才 刚才是谁刷的卡 骑经理 你来的可真快呀 我刚让保镖去叫你 你可就过来了 马夫人 您也来陪女儿逛商场了 是啊 骑经理我请你过来 是因为有人拿着假卡 在这里冒充大款 我叫你过来就是做个见证 看看这张卡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卡 这 果然还是骑经理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 这卡有问题了 这位女士 这张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 这卡 原来真有这种卡 大人物 绝对是大人物 骑经理 这卡一看就是假的 还需要看这么长时间吗 我们家那么有钱 我从来都没见过这种卡 你还不快把这片子抓起来 放屁 谁说这张卡是假的 这可是全国最珍贵的 至尊黑卡 全华夏仅此一张 你当然没见过 什么 这不可能 你应该是被他给骗了 还不过是一个相罢了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 至尊黑卡 千真万确 这张卡象征着 至高无上的尊贵和权利 拥有者可以享受我们商场 乃至整个集团 最高级别的服务 太厉害了 不必如此 我只是随便看看 是 贵客 有什么需要 请尽管吩咐我 这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 什么至尊黑卡 不可能 我绝对不相信 你们肯定是骗人的 发的卡如果是什么 至尊黑卡 为什么收不出来钱 你们肯定是骗人的 说 你们是不是有一腿 你们是不是退编的出来 什么至尊黑卡来骗人的 马小姐 慎言 我女儿说的没错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当财占卡 为什么刷不出来钱 那是因为 普通的刷卡机 根本无权刷至尊黑卡 只有特制的机器 才有权刷 不过 至尊黑卡的拥有者 在我集团任何地方消费 都无需刷卡 都可以免单的 还是刷吧 不能让商场吃亏 那就得罪了回客 来人 妈 如果他的卡真的能刷出来钱 我们不是要丢人了吗 不可能 我就不信这两个乡的老师 真的有什么至尊黑卡 这张卡一定是假的 刷不出来 本次消费150万 交易成功 这 这卡竟然是真的 它竟然真的有这么高级的卡 马夫人 您现在应该相信了吧 这张卡 确实是全国最尊贵的至尊黑卡 现在你们该履行赌约了吧 赌约 什么赌约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是 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赌过什么了 看来你们是小赖证 不过没关系 我有证据 李副官 你 你能拍视频 你这是侵犯我们的隐私权 还不是怕你们不认账 毕竟口搜无凭 还是得要录视频 来得比较适合 我可是把首富当家主母 这么咄咄逼人 不怕得罪马家吗 马家 我肖无双还没怕过谁 你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马家可不是好惹的 那我倒要看看你们马家有多不好惹 不过在此之前 你们还是先履行赌约吧 我就算不履行赌约 你能拿我走呀 你们言而无信 你就不怕我把视频发到某音上 我想京都首富马夫人的八卦 应该很多人喜欢看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那你以为你能走得出去 你们俩干什么 赶紧把这两个字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马夫人 您这是要在商场闹事啊 齐经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 这位是我们这里最尊贵的客人 你要在这里动手 那就是不给我们商场面子 你竟然跟他站在一边 我不站在任何一边 我只是在维护商场的秩序 你要是想闹事 那就请便 但是后果请自负 齐经理 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是 维克 那您小心 不是说要动手吗 快点 我还等着吃饭呢 动手 这 可是战神级的高手 怎么两下就被打倒了 我是废物 快放开我 就凭你还想跟我动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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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人 谁有这个高度不够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今天必须旅行统运 开始吧 用点力 十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妈 我们真的要咽下这口气吗 这怎么可能 今天受的屈辱 我一定会让他百倍奉还 那我们该怎么办 明天你爸的树神仙过去 会让他们母女俩死无葬身之地 焦焦 洗我很累的 你想好了 妈 我不怕 我不能一直被妈妈保护 我要自己强大起来 好 坐下 我教你运气 看好啊 主圣 李副官 查得怎么样了 回主上 属下已调查清楚 四大护法中的白虎护法薛英 与朱雀护法赔四 私下勾结 密谋不轨 意图想窜夺您的位置 他们二人现在在哪 在白虎护法薛英的家中 我正要找他们呢 他们自己送上门来 我现在要去看看 这两个忠心耿耿的护法 焦焦 你先多练习几遍 妈妈去去就会 我听说最近出现了罗刹王的消息 我让我女儿拿优明鞭前去郑城试探 但听我女儿梨洛说 那个女人是郑城州长的情妇 根本不是什么罗刹王 哼 他敢废我女儿武功 我已经派人去刺杀他了 只不过到现在那些人还没回来 这么说 还是没有找到罗刹王 真正的罗刹王 说不定早就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错 等明日马首付的寿臣一到 我们便把这瓶毒药 下到所有人的杯中 就算真的罗刹王回来了 不急了 到时候 整个大下国 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好大奴起 你们既然要作死 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谁 谁 是只野猫 我还以为有人偷听呢 是啊 以你我二人的功力 就算有人真的偷听 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 来 喝酒 你到底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既然你不说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主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 起来 其实早在半年前 我就发现薛英和裴斯行为异常 我便暗中调查 当时我很想告诉你 但却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会自己处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主上 你真的不要属下了吗 属下虽然贵为战神 但是在这大下国 除了主上 我别无所求 莫涵 这世间有这么多女人 你不必如此的 主上 这么多年 我只有您一个女人 我知道 你又喜欢我 如果 你真的不愿意 公开我们的身份 我愿意默默地守护在你和女儿身边 我求你 不要再赶我走了 我愿意默默地守护在你和女儿身边 我求你 不要再看我走了 你 我不是不喜欢你 只是我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记忆 当我恢复记忆的时候 交交都已经十八岁了 我不想你因此而蹉跎 跟随主上是莫涵一生所愿 主上 您稍等我一下 和鸣 帮我继续调查好裴斯和薛英 是 交 妈 你可算回来了 这位是 大侠战神 姜莫涵 您就是大侠战神 姜莫涵 我一直很崇拜您的 姜姜 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她是你爸爸 真的吗 姜姜 我真是你妈妈 以后 我会和你妈妈好好照顾你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爸 我来 爸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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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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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主上 怎么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我不想暴露身份 妈 他们怎么来京都了 肯定是周长 带着两个女人来的 大小姐 小心 谢谢你啊 好你个女人 难怪跟我儿子离婚 原来是自己 她们没有了演男人 我来吧 你 你竟然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这么多年你打我 骂我羞辱 看在你是我婆婆的份上 我一直都忍着 现在我已经跟楚怀安 没有关系 你要是再想侮辱我 我一定会让我妈杀你 你 妈 我一定会变得像你一样强大 我们走 你 你 没什么吗 怀安 你看这个女人 她笑得很了 她那个妈 现在成了周长的情妇 怎么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难道我们要一直被这两个女人给欺负吗 妈 她现在是周长的情妇 武功又不低 谁敢得罪她 但是 李洛说了 一会儿马首富的生辰宴上她妈回来 到时候她妈一定会把我跟李洛的新闻 对对对对 儿子 李洛他妈不就是罗刹王 当你见了罗刹王 咱们就有救了 对了 马首富的那个生辰宴上 你一定要紧跟着大小姐 多介绍一点大人物 只存咱们以后 有好车 妈 你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让我们女俩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让他们跪在我们面前 向我们求饶 好 走 恭喜啊 妈 今天可真漂亮啊 怎么了 不开心 没想到 我外公居然去世了 可我现在也不能去送葬 熊肉 等你爸收成过去再回去吧 我相信陈首富在天之灵 一定会理解你的 害我外公的人 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李洛 你在这儿啊 这是谁啊 是我在正常认识的 蓉蓉 我先失陪一下 嗯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没事别来找我 我们找不到位置 不敢乱坐 怕丢了你的人 过来 你们就在这儿 我忙完自会来找你 李洛 你不是说 要把怀安 介绍给你妈认识吗 你觉得你们现在的身份 我妈都会见你们吗 你们就在这儿等着 待会儿我妈忙完 我自会带你们去见她 她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 妈 我们现在人在屋檐下 先忍忍吧 一切都等我恢复功力再说吧 对 你说的没错 我才不搭理她 等于你把她取回下 我能好好收拾她 他们怎么来了 原来如此 难怪戴上面具 原来是做了别人的情妇 没脸欠人呢 吴长老 您大家光临 有些远迎啊 马首夫 您还是神采飞扬啊 借名举言啊 吴长老 上座 上座 哎呀 你看不看 这光是你个长老 都这么气派啊 怀安呀 你要是见了罗刹王 可得好好讨好罗刹王 争取啊 让他在京都 给你谋个职位 到时候 看那两个女人 还怎么在我们面前得意 放心吧 妈 哎呀 二位远道而来 奉闭生会啊 马首夫 小小心翼 望您笑纳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感谢二位 感谢二位 吴长老 吴长老 祝马首夫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哎呦 托您的福 谢谢吴长老 您请 周长大人 大驾光临 一份婆理 不成敬意 还把马首夫笑纳 谢谢周长 诸位这礼物 马某实在是感激不尽 马叔叔 这是我朋友 楚怀恩 马首夫 小小礼物 奇效呢 那就 多谢 楚先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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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 太热情了 妈 那不是前两天在商场欺负我们的那对母女吗 你看她那衣服 就是那天抢我的那件 我一定让她好看 不要轻取妄动 今天是你爸的生辰 别坏了她的大事 一切等夜会过后再说 啊 马首夫 今日生辰 特带上薄礼恭候 这算什么礼物 不过是随手写的一个字罢了 还敢拿出来当受礼 简直笑死人了 是啊 这和前面的礼物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怎么 你们是看不起这个字 还是在你们心中这个中字 就这么轻吗 这位女士 您言重了 这字虽简单 但意义深远 来 夫人 赶紧收下 夫人 您就是正成陈首夫的女儿 就是这个女人 她杀死了您的父亲 啊 什么 来人 把这个杀人犯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诸位 今天是马首夫的大喜日子 何必为了些许私愿换了大好气氛 来者都是客 有什么事 等生辰宴过后 在意不实 学长老说的是啊 我们今天啊 大家要以何为贵 以何为贵 这个事 我会轻易就算了 来来来 大家继续啊 别扫了大家的信 继续 继续啊 各位 各位来宾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能够光临啊 是我这里蓬弼生辉啊 今日我也备了这珍藏三百年的佳酿 我要与君同饮 来 且慢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马首夫这酒 怕是不简单啊 你什么意思呀 你的意思是说 这酒里有一下毒 酒倒是没毒 但这化工散 可是分量十足啊 什么 化工散 化工散 那可是会让人 武功尽失的毒药啊 而且没有解药 你胡说八道 你 你 你 这分明是在污蔑我 我怎么可能 会给各位 下什么化工散 化工散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污蔑 我为什么要污蔑你 这酒早就被人下了 无色无味的化工散 一旦饮用 功力 就荡然无存 你凭什么这么说 有什么证据 马首夫好心 拿出三百年佳酿 你居然诬陷他 下化工散 不过是一个信口雌黄的 无名小族罢了 大家不要信他的鬼话 没错 这女人我认识 她以前不过就是个卖猪肉的 凭着自己的几分姿色成了周长的玩物 所以她才能进这个宴会 她的话 我绝对不行 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马首夫的寿宴上大放绝尺 你究竟按着什么血 没错 不过是一个杀猪的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 马首夫 赶紧把这个村妇赶出去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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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信 那就喝吧 乌鸿雪 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本事 把面具摘下来看看 把面具给我摘下来 就凭你们 也想知道我的身份 你 江战神道 江战神 江战神 你可算来了 你不是最讨厌这个女人吗 快把她抓起来 她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 能敢有违抗者 杀 这江战神怎么回事 怎么替这个卖猪肉的说话 谁知道啊 说不定 她又爬上了江战神的床 你们俩说这酒没毒 那你们喝了 已是清白 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会中计吗 你们就算不喝这个酒 就觉得我们有办法了吗 什么 难道还有其他毒计 不错 我在宴会厅的熏香轴 也加了无色无味的迷药 可能现在 各位已经赶到头晕目眩了吧 这迷药来自南洋 叫七星海棠 修为越高的人 越难抵挡 今天别说是江战神了 你以为不让他们喝酒 我就没办法了吗 他们都得死 包括你战神 江莫涵 也得死 你们居然勾结南洋 别说的那么难听嘛 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这个毒 二位长老 可熟悉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只是比你们早到了一些 这么凑巧 刚好看到了下毒的人 被我抓起来了 不 不可能 我要杀了你 吴侯雪 这个女人 兴许只是江莫涵的情人 你居然弱死胡她 薛长老 裴长老 你们现在认罪投降的话 或许主君还能看在我们之前 并肩作战的份上 找你们一命 吴侯雪 你太天真了 发展到这一步 你以为我还会放弃吗 你若是夹住了我们 事成之后 我必定封你为王 共享荣欢富贵 没错 使食物者为俊杰 吴长老 你考虑一下吧 薛英 你背叛了罗刹王 企图篡位 你是罪不可赦 我吴侯雪 誓死效忠于罗刹王 绝不与你等坚定为吴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不要抓我 我也是 费兵无奈 被他们逼的 妈 怎么办 江战神 只要你肯放过我们 我们一定全力用护你为大下国新王 给我抓 胆敢有违抗者 杀无赦 是 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 看来他们早就勾结了满眼窝口 纯我的令 不管他们走到天涯海角 把他们给我抓回来 查清楚 只要跟今天有关的造反者 杀无赦 是 是 宗战神 岳母大人 佳佳 请留步 你还有什么事吗 宗战神 岳母大人 以前都是我们队 我不该那么对佳佳 你们大人有大量 原来我都罗马 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佳佳 楚官 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叫我妈叶 怎么就没关系了 你们的结婚生 可还是我福利 就是你现在还是我老婆 你们 你们真是无耻 怎么 你还不想承认 你要是不承认 我就拿着你们的结婚证 让整个京都的人都来结婚礼 江战神 岳母大人 舅舅 求你们给我一次改公司幸福机会吧 找死 危险他们 江战神 你看 我们可是有结婚证的 肖月星 他不能摆脱我们 那你想怎么样 那 那你现在既然攀上了高枝 那也不能忘了我们母子 我们母子 也没有别的想法 就是想跟着你们 想想清福 你们可不能不管我们呀 想福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行啊 既然你们这么想跟着 那就一起来吧 林小战将 给他们安排辆车 既然他们愿意跟 就让他们跟着吧 是 那我 这 干什么实践 妈 你为什么要让楚怀安 和李贵梅他们跟着啊 娇娇 有些事 不能只看表面 你爸在调查南英窝扣动向时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 什么线索 楚怀安在背后跟南洋倭寇有联系 而且次数频繁 所以我们留下他们 或许能以此为耳 引出更多的 我明白了 妈 你是想通过楚怀安麻痹他们 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击 没错 我们娇娇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你要记住 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 你就使劲 妈 放心 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忍上的小女将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练武了 要是楚怀安再敢欺负 绝对不会忍气退胜 就算那个肖无双 他磅上了江战神 又能如何 哪怕还能乖乖地戴上我们两个呀 那两个 想要水呀我 门都没有 说的对呀 纵使是肖无双现在风光无限 但她毕竟是个卖猪肉出身的女人 还带了一个这么大的偷游品 将战神怎么可能真心带她 我看 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失丑 对呀 儿子 你得抓紧时间 赶紧讨好肖越江那个死丫头 让他在江战神面前 帮你说说好话 争许在京都给你谋个一关半族的 等他那个妈被江战神给甩了 那咱们不是俩 在京都也能扇稳脚跟啊 是不是 你放心 这事我保证能给你干的 妈 你放心 这事我保证能给你干 喝上去吧 你想干什么呀 你 小童崽子你故意了吧 算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 吃 吃 看罗少王和江战神面前啥喜 服务 一大小 其实是 军赛 我 我 我看 哎呀 这战神府也太气派了 看来啊那个卖肉的 这次是真盼上高正的 儿子 这次呀你可一定要听妈的话 紧紧抓住萧月萧 让她在江战神面前为你多说好话 岳湖大人我们住哪啊 焦焦你来人拍吧 那就请二位住在府中的杂物间 那里宽敞不安静 那就请二位住在府中的杂物间吧 那里宽敞不安静啊 什么杂物间 我可是你婆婆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呢 婆婆 但我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老太婆爸 让手不想住 大门在内部 紧自便来人啊 把这两个人丢出去 开手唱扶不住 住住 萧月萧这个死丫头 他反了天了 再让我们住这种地方 行了妈 少说两句吧 现在进人篱下 神忍了 忍 你让我怎么忍 你看看他那个嚣张的样子啊 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等江战神把他们的妈给甩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哇 妈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 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当然是给你的呀 这些都是我跟你爸特意为你准备的 谢谢爸妈 我很喜欢 这些年 我没有尽好一个父亲的责任 以后啊 我会好好补偿你 喜欢就好 来 让妈妈帮你化个妆 换上这些新衣服 看看我们的娇娇 有多漂亮 小战匠 你这副模样 真的 多少姐 我就是看你他好看 我一时失态 对不起啊 鸡腿脏了 别吃了 你说这个战神府啊 那个下人也不给我安排 饭也不给送 是想把我们给饿死吗啊 我看他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想吃饭 那就自己做吧 初华 让你过来试吃饭了吗 还不赶紧把院子打扫打 还有你 老太婆 我饿了 赶紧做饭了 下山饭了 杀 呀 快 啊 祝你 你干吗 啊 啊 啊 我太婆 你做饭的速度你真是太慢 我都快饿了 你想把你自己做 看来你是这样的动物 让你送我家 你让我自己做自己做 你什么你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许一条你别太过分了 我是过分 你前里面打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说过分了 现在我不过碰了你妈一下 你就不乱了啊 哈哈哈 我跟你拼了你别笑 怎么现在知道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拼了 战神比较又就住 不能住 不滚 来来来你 你不会真的赶我们走吧 是吗 那你大家可以试试 哎哎哎晓晓啊 我们知道错了哎 放马上就好放马上就好啊 你们给我进 这不是你们撒野的地理 以后都给我安分 否则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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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 哎 晓晓啊 那个饭已经做好了 你快尝尝 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 啊哈哈 这什么玩意儿 肚豆 啊你不知道我从来不吃肚豆吗 做成这样是要哭死我吗 啊啊 别太过分 啊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嘿哥弄我面前 啊 把桌子收拾干净 别再让我看到这些垃圾 你 哎你 啊 啊 周上 刚才大小姐在打老太婆的时候 别提有多解恨了 妈 我刚才的表现您都看到了吧 当然了我的宝贝 但是 你还是太心软了 心软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严厉了 不过妈 既然你说了我可以更加严厉 那我可得再接再临 让他们早点学乖 我想吃正成的豆角了 哎 府里不是有块空地吗 你们两个去把它开滚出来 种上豆角 哎呀 哎呀 你看府里不是有下人吗 让他们去做就好了呀 是啊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去种地呢 大大 下人做的我可不爱吃 就讲常常你先说种 怎么 不乐意啊 啊 楚华 愣着带什么 中午没吃饭吗 我已经很快 还不快点干 小野小 你这么对我们 你就不怕闹天险了 糟天气 当时我一个人下地搬玉米 邻居们都有收鸡 你不准我用 后来众手冤胆 不是被你们打击 现在知道说遭天险 也没见你没看过天险啊 还不在 中午还想当吃饭 我不是就嫌快送你 饭来了 二位辛苦了 哎呀 啊 啊 你你你个死丫头 你拿狗盆子给我们吃饭啊 有的吃就不错 像当年我干完活之后 你们还是别跟我好脸色 甚至连一口饭都没有呢 不想吃 那我可就扔了啊 别别别 我们吃 我们吃 学狗吃 怎么 你们忘了当年让我像狗一样 在地上爬来爬去 现在 也请你们好好尝一尝这个滋味 啊 啊 啊 这血啊 受不了啊 这日子一天没法过了 比死都难受 儿啊 妈你受不了了 你看看小野小的一个死丫头 心肠如此态度 比我们当年 还过分多了 妈 罗刹王本来对我就另眼相待 也不会有 我本来想要等着罗刹王出现 兄弟兄弟叫那个中条呢 任罗刹王帮我恢复修为 我把大小姐给娶了 可没想到他到现在怎么出现啊 对啊 不行 我们等不了 没错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我这条老命 才正交代的事啊 我现在就给人去信 我就说 大大小姐咱答应了啊 好 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战神斧的东西呢 就是 我们怎么可能会偷战神斧的东西 你们没偷东西 那这里面的古董 怎么都印着战神斧的表情 看我把你们这两个偷东西的贼 赶出战神斧 滚 收拾什么呀 收拾 快 你就收拾不起来 好 叫叫 记住 对战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以及 绿杀 妈 我记住了 主上 现在外面都已经流传起来 说是 罗刹王早就死在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战役里了 华夏国早就没有罗刹府了 华夏国早就没有罗刹王早就没有罗刹王早就没有罗刹王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你上不敬长辈 下不敬老公还天天虐待我们 山神母我们待不下去了 对 我没有离开 好啊 离开可以 不过 小姐姐 给我搜身 是 你干什么 是啊 拿来吧 哎 我说你们滚蛋就滚蛋 怎么还这东西啊 你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会从战胜府的东西呢 啊 呃 为什么 这 这个楚怀恩真蠢 当初怎么会把娇娇嫁给这么个蠢货 妈 不怪你 是我当时被他骗了 所以才被他不嫁 不 要不我把他给 把这封信放回原位 他竟然敢算计大侠 我就陪他好好演绎出去 是 那南央那帮人是不是也来了 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主上的慧眼 南央那边的人 的确已经到了京都 现在正在京都叫查 设下比武擂台 挑衅咱们打下 哎 林小战将呢 林小战将正在京都叫着盯着呢 走 去会会他们 好 好 小偶梁 什么人都敢跟我打 你们打虾馆没有人了吗 你们打虾馆没有人了吗 南洋第一打架 果然名不虚传 没错 你们这些南洋倭寇 也太欺负人了 要是我们罗刹王在 有你们好受的 这个南洋倭寇 真是太欺负人了 你们这罗刹王早就死了 你们居然骗我们这么多年 真是无耻 你们这群非语 有本事就上天给我打 我来 我来 哎哟 这不是战神虎步 欺眼的小战将吗 怎么 好这儿来出风头了 区区一个小战将 也敢来挑衅南洋的顶尖高手 松井四根 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 你这些背叛者 既然勾携外斤 与南洋窝口为吻 你们迟早会自食欺负 我们会不会有好下场 不劳你费些 但是你 今天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你们想这太无耻了 狗其万地 背叛自己的国家 你们还有什么 里面正在这里 废话太多了 小废话 你到底打不打 不打 就跪下 连书盗窃 比拉比武师姐 莫章 我不怕吓人 全不会在你们这圈里头 这个怎么办 也不认识 认识的话 我可以饶你 就快不行了 就是 在我眼里 你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入者 心情四肯 我们华弦人的精神 不是用言语能行 你也被你打死 我全不认识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你啊 好 认不认识啊 不是 你以为自己很有骨气 那我告诉你 骨气在实力面前 一文不值 去死吧 小斩将 小斩将 你没事吧 怎么样 那小姐 我没给华夏提供人 我经历了 快来人 把他送去医院 小斩将 你不能出事 我们还有江战神 他一定会为我们华夏国争光的 他 是我们的英雄 对 打败那些南洋倭寇 让他们知道我们华夏的厉害 你们南洋这次 是彻底惹到我们华夏了 那又怎样 你觉得 你能当住我们吗 华夏 不过如此 只要有我将我含在 你们这些南洋倭寇 就休想伤我们华夏一分一毫 小斩将 你不觉得 你的胸口一直刺痛 听不起一点力气吗 卑鄙小人 竟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手段 这只是刚刚开始 你们华夏的强者 也不过如此的 江战神怎么了 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啊 一定是那些南洋倭寇高的鬼 他们太卑鄙了 卑鄙小人 对我做了什么 我在战神祖的时候 跟你下了毕落星 你现在修为解释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你这个华夏国叛徒 就是你这个华夏叛徒 给我拱出华夏国 你们怕我有什么用 要怪 就只能怪你们战神的情妇 不留情面 废我武功 你是战神又怎么样 我还是栽在我手里 楚怀恩 你竟然敢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对我 这个怎么办啊 没有一个人是松井资格的对手 完了完了 江战神没有修为 那我们岂不是完了 没错 你们华夏完了 从现在开始 玄影就是华夏的新王 华夏的国境线 后退一百公里 每年想我们上宫 一百亿 你们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我有意见 华夏雅鲁 他是谁 你是谁 心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我是谁不重要 华夏的荣耀 绝不容易如此健康 是你 是你杀了我女儿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他是谁 让你如此实态 莫非 他有什么不可高允的特殊身份 他是江战神的情妇 就是他杀了我女儿 我到处再找他 要杀了他 为我女儿报仇 你想到他居然还敢出现 那时 一定要帮我杀了他 为我女儿报仇 几天一个情妇 居然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怎么 你们打夏果没人了吗 需要一个情妇 出来整场子 真是恨笑之计 我虽然只是一介女流 但我身上有点功夫 今天 我就要挑战你们南洋 第一高手 就凭你 也配跟我比 不自量力 配不配 不是用嘴说的 李副官 是 你先休息一下 怎么 你是不敢跟我比吗 既然 你这么想找死 那我 就成全你 宋景军 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是失礼之间的他女 放心 我会让他 后悔的到这个世界上 对付一个女人 Suna Baccha 那就开始吧 当这场彼此日 成为他的当生之地 也让所有人 都值得知道 尤其我们南洋 以高速的下场 纸笔舞 有什么意思 江左大使 不如 我们加一下筹码 你看怎么样 你说来听听 如果更有趣 我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我输了 就按你说的 我们 退让国境线 还会奉上 华夏 所有职宝 大虾国的职宝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但 要是你们输了 你们不仅要退让国境线 还要再把那块牌别吃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你敢 去去女流之辈 你凭什么代表 华夏国 做这样的决定 怎么 我只是一见女流之辈 难道你是怕了 就凭你 也让我们害怕 江左大使 请放心 我不会输的 嗯 别以为戴个面具 我就不知道你是谁 一个卖猪肉的女人 就凭你也没跟松剑丝 跟比武 笑话 一个卖猪肉的 你说的可是真的 没错 她原来是我岳母 在正常的大街上 卖猪肉 嗯 什么 她只是个卖猪肉的女人 完了完了 她竟然是一个 卖猪肉的女人 她竟然敢这样 跟南洋大使说话 我以为她有多厉害 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 卖猪肉的女人 这完了 这 这她怎么打得过 那就开始比吧 我们来玩场她的 口说无凭 还是立下自聚 李副官 走 请过目 赶你了 既然这样 我们开始比武吧 卖猪肉 大达地 要不要我让你两招 我怕你一会儿 哭鼻子 东京军 不要防水 这可是关乎我们南洋的大使 放心吧 我不会防水的 我怕你 你妈没有教过你 不要轻敌吧 会死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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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说我们华夏是被敷 给我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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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江左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没有中毒 你是装的 我要是不骗你 你怎么能签那个协议 那 你到底是谁 参见罗刹王 罗刹王 起来吧 罗刹王 他真的是罗刹王 刹王没死 他回来了 完了 这是真的完了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够罗刹王 你告诉我 他就是个没肉的 不可能是罗刹王对吧 对对对 他怎么可能是 怎么可能是我刹王的 他还有什么刹王的话 那小月江就是大小姐 我都干了什么呀 他本来就是我媳妇我 小月江 那个丫头那么喜欢你 只要你去跟他道歉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到时候 你还是罗刹王的女婿 对对 妈 我这就去给他道歉 江左大使 你签的那份协议 还算数吧 你们骗人 我什么时候签过南洋的协议 简直是荒谬 既然如此 南洋就是我们大下的四弟 你不要太嚣张罗刹王 我们南洋也不是人真其林的弱小之国 这话告诉你 我们在边境 团兵三十万 只要我一声领响 我们的鬼天大将将会帅君 长期之路 到你们华夏境内 哦 是吗 那我就要让江左大使 见一个人了 你说的那只龟 可是这只 江左大使 可救我呀 我不过是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 就被抓过来了 可救我 现在 算数了 算数 两位长老 这是要去哪呀 都长了 求求你 看在我们曾经毕杰作战的份上 饶了我们吧 我们只是猪幽蒙了心 对对对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 但凡 你们只是想着谋权算位 我都能留你们一条命 可是 你们居然通敌卖国 这是四罪 至于你们 我真不知道你是罗少王 你留我一命啊 立即 我还是叫叫他老公啊 你留我一层 是啊 罗少王 你先找我们吧 你居然还有脸提交交 居然敢勾结南洋窝口 从泰国 跪下 来人 把他们四个给我拉下去 斩立决 犯我大下者 虽远必处 万我大下者 虽远必处 万我大下者 虽远必处 万我大下者 虽远必处 小战将 你好点了没啊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啊 没事 你说你在擂台 逞什么强啊 明知道我妈他们有计划 我就是看不惯那些南洋人 太嚣张了 你就是个傻子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忘了你还有伤 我看这个小战将 还不错 陪我们娇娇 还差得远呢 穆罕 一直等着我和娇娇 真是委屈你了 何来委屈啊 跟着主上 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以后 你不再是我的属下了 主上 是不要我了吗 是属下做错了什么吗 没有 你做得很好 愿不愿意 与我 共享这华下的 繁荣与长生 主上 我愿意 我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